Hello大家今天聊一聊写科研论文 我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新手 写论文最好是从results开始入手 而且写之前先跟自己的导师go through一下 看看大概的逻辑什么顺序 然后先不要开始写文字内容 先开始做图 因为这个图一做出来 那个逻辑就很明确了 就大概它就每个图是一个故事 你即使不写文字 它也自成一个故事 然后再去跟老板讨论 这个顺序是不是make sense 基本如果合理的话 再开始写文字部分 这个写的过程 就会感觉有的地方很有gap 或怎么样 就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图的顺序 或者需要补一些实验 就这样几次以后 包括补实验 reorganize图的顺序 再加上改一下你的文字部分 那这个results部分就可以出炉了 写完results 我就会开始写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就是对本领域 跟我们做的这个方向 相关的方向的一个review 所以最简单 如果你没有idea 就是找几篇相关的review 迅速的看一下 从review里面提取精华 再写自己的review 这就是一个短板的review 介绍一下领域内的发现 这是最简单的 然后我会开始写discussion discussion就是对你做的这一段results的一个conclusion 然后还展望一下未来 这部分就稍微need对自己的课题有所了解 反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跟导师商量一下 可能导师就要代写 第一遍就让导师写这部分 估计自己写的可能也会被全部replace掉 把这些全都搞定以后 我会再开始整理figure legends 因为图定下来 才会写figure legends methods 就从以前所有的paper里copy paste的就一样了 就没有任何可creative的地方 还有就是abstract cover letter也是这个阶段才进行 这就有点像我写proposal 大概是一个idea 就是你整个内容定下来以后 这个所谓的summary 也就是abstract和cover letter 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一个简短的 它才有存在的意义 你刚开始写这个 到最后肯定是全都冲写 等于没写过 这样一篇文章就炮制完了 哦 我不仅从学生时代是这个顺序 我到现在自己写文章也还是这个顺序 写作在我看来 最难提高的其实是思路 因为我们首先它有一个思路 才知道这个文章怎么写 而且做实验的顺序 并不等于文章必须写作的顺序 写作文章它其实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 你同意吧 有点像我们拍视频 然后剪辑 剪辑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 我后面讲过的 其实我可以放在前面 如果可以更突出 更吸引人 然后才是提高语言和语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倒是相对比较好提高的 而且像我看群里的同学们也说 如果真的这部分就也懒得自己提高 就直接找专业的editor帮自己写就行了 但是你如果第一部分总结不出来 你思路有问题的话 editor它是不会给你还创造出一个科研来的 是吧 就很难嘛 就是科研这部分 你还是得自己把第一稿写出来 然后这个editor只是负责帮你润色一下 把你搞的就是更顺嘛 除了这个写作和做实验的顺序 可以重新组织以外 我觉得这个project之间的boundary 其实也没有那么强 在写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实验室可能做这些东西 都跟我们bestofen这一个单位家族有关 它可能做的时候是以一个不同的project来做的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 其实彼此是有overlap的 是可以reorganize哪一个project 到底又跟另一个可以融合在一起 比如和A和B 它就可以变成同一个课题 或者A和B的一部分 然后但剩下的一部分 自己又可以是一个课题 或者一个C project可以被分成两半 它其实做来做去可以变成两个更分散的课题了 写作绝对是科研创作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个可以重新打乱重组的一个过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是觉得写作比presentation要难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大家去想 presentation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已有的东西 你只需要去deliver 更有一点像teaching的过程 比如说牛顿他已经发现 这苹果掉下来是因为重力 他已经发现了重力 他告诉了你 你听懂 所以你就可以也告诉大家 这是重力 就是说我们去teach别人 做一件事 比我们发现这件事的本质是要容易很多的 或者说门槛是要低很多的 因为paper它已经在那了 别管是自己写的 还是咱老师帮我们炮制的 我们只需要去看懂它 并且去把report给别人 这是相对容易很多的事情 但是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质 其实就难上加难 它也是科研的一部分 presentation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嘛 可以迅速提高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presentation因为时间很短 你就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 比如说40分钟 有的短到20分钟的时间 把很多内容 其实挤在一个报告里 这样听众是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内 来听你这个内容 所以很多时候 你即使有一些小小的逻辑漏洞 听众未必反应得过来 因为他就这么点时间 他反应 他的非常聪明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碾压性的发现 你居然想了好几年的东西 有一个逻辑漏洞 我要指出 他要比你相对聪明很多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 通常来说 观众就会被你忽悠了 对 然后过去也就算了 因为他也没那么感兴趣 他可能也没回去细想 但是写作这事可不一样 你写了半天 但是大家回去也可以想半天 他看了你的paper 他可以慢慢的想 所以如果你有漏洞 rever就发现了 所以写作在这个意义上 也比presentation要难很多了 当然话说回来 因为写作involved也很多 所以大家想要提高 有很多地方可以入手 比如说你从做图上提高了 整理上提高了 语法上提高了 都算是提高 我们两个现在打配合战 一般我就是写出稿 就是整理科研思路 然后我就没那么有耐心 就把我这乱七八糟大概的思路 就发放给我的小编辑 摄影师 他就负责做editor的工作了 所以作为我的editor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确实说对 确实我觉得写作 它是一个二次创作 什么对吧 你做实验 因为做实验 你很有结果 这结果就是说 怎样重新排列重组 怎么把story写得比较有趣 或者说更有意义 这确实就是 或者你从这些数据里 到底看出了什么 每个人看出来都绝对不一样 下面想做什么 南辕北招 是不是 我们有太多就类似的经历了 即使跟合作者在一起 看到一个实验结果 我想做A 他绝对要作弊 而且互相不服 哇哇乱叫 是的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 如果是就是要 从就开始 入门要提高写作的话 其实最容易的就是把 你们实验室以前的文等 就是因为其实每个实验室的 就是科研思路 其实是大部分小异的 对的 就比如说你们 你去一个大陆实验室 或者你小的实验室 他肯定以前有根本文章 就拿摔把数量都读一遍 然后你就大概就知道老板 他的实验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的话 就 后来在自己的实验 有一个例外 就是很多大大大牛实验室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博后 小王小张小李分别做出来的 那样就差别其实挺大的 你会发现有些大实验室 他的图 做图软件一眼就看得出不一样 那其实就是博后分别做出来的 就为大相径庭 思路也不太一样 是吧 但是就普通意义上来说 一般实验室 老板如果还需要过水的 过一遍的话 从老板那 那大概就是基本操作吧 大牛的话 他其实比如现阶段 他是大牛 但他以前比如说在发家 他在发家之前 很少有人会追溯那么多了 就像我博后老板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和其他同期的博后 写出来的文章 做图思路完全都不一样 因为都是我们 就是各自为证 操刀出来的 但谁会真的看老板 发家设的评论 老板你不要揍我 如果你看这一期的话 我是爱你的优秘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一定要留言给我 不要忘了订阅 以及点赞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还要说一句 都已经结束了吗 什么已经结束了 你要说就快说 你要说什么 对啊 我就觉得其实 就是说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从美国 比较自己要求这么高 对 对 开始比如说你就只写结果部分 或者说写结果部分 再写一大部分 对这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其实真的如果 能把结果 Tax的 其实图总结出来 都已经稍稍香了 对 我觉得反正 就作为博士生的话 是吧 你把这个结果部分 自己出来就很不错了 对的 给你点赞